王大发 是你开的枪吗 怎么回事 先打的枪 这里边开的枪 我那翻呢 不知道 应该在里边吧 王大发 怎么想雷枪又没有动静啊 怎么回事 回口走走走 我知道进去了 我是问你怎么回来了 张爱人他们肯定在里边 咱们进去吧 不行 他们人多 我们进去很难得手 再说里面成 到底什么经过还不清楚呢 我们在外面活着 如果张晕连真的被抓了 他们一出来 我们就开火 老虎 准备你的白气包 没问题 不过这炮弹很金贵 就剩一颗了 再金贵能金贵回任务吗 你弄了一个炮弹下子啊 好好好 既然金贵就别浪费 朝人多的地方砸 孙蕾 你就在这儿 我跟二爷子约会回去 我们左右两侧 以我强想为好 明白了吗 明白 记住了 千万别伤着张晕连和妇孺 否则就没有意义了 一到这个时候 我就特别烦你在我身边 我 我老二十躲在这儿不就行了吗 你快去吧 小妹有我呢 小妹 来把包拿来 走 快点 进来 进来 走 这好像是中央军的车呀 他们停下来 允军 一拉小儿 我们肯定活不了金兽 但你肯定也就 凤身碎骨了 把枪放下 不然还急死 不是 你一个女的怎么这么野蛮呢 大家都是扛枪吃饭的 你这么玩命干吗 再说了 你这不已经弄了一个了吗 我说到做到 你 兄弟 你们哪个部分的 是四十四四三团的 你们团不是去雷口关的吗 我们团的车队刚刚过去 贵军的一个长官 让我们在这一带检查一下 这怎么还有个中央军的 快下车 快下车 这是个村子啊 是啊 是一个废弃的无名小村 进去看看 长官 是 我是中央军 南京特使 陈军言 不是 你是陈军 不是 今儿巧了 我们找的就是你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们把他放了 带我去食堂 见你们的王产明史 你确定你是南京特使人 我靠带里面将军 他是那个共军吗 那你不是让我们通匪吗 你先把他放了 我会跟你们上风解释的 中央军也进去了 说明 后面张伟林他们百分之百在里面 我觉得吧 我觉得吧 这事还是有商量的余力 既然陈长官开了这一口 我肯定是要给这个面子 不过 你得给我保证啊 千万不能在王市长面前提及此事 要不然上风怪罪下来 我 我可是担当不起啊 你放心 这点我可以保证 好 月醒 咱这个气不能摆手啊 好好招待这个女共军 打 不要打不要打 我是南京特使 我命令你们住手 我惩罚共军啊 上风不会怪罪的 你敢违抗军力 军阀难容 老子他们不是中央军的 管你一个狗屁军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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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萧绍白 直切地看到陈俊妍 就躺在自己面前的担架上时 内心因狂喜而加速跳动 这老师也挺开眼的啊 但是他明白 眼前的贵戏士兵 也绝无可能拱手向让 谋定而后动 似乎是眼下最佳的选择 这故事 笛子够灵的 有 这也不是中央军的萧队长啊 王英风 萧队长 又见面了 我不管 幸会 幸会 你们今天这是 我们在石塘镇里闲得难受 除了转悠转悠 老爹 看来今天王兄收获不小啊 今天这刚一开张 就抓了条大鱼 你会想起来了 看看你 成为了 现在可不止十来个敌人了 你说就一发破贷 这仗怎么打呀 没法打也得打 没法打怎么打 来 我们这 这也不可能可能是我们这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他就这样 学校 慢着 不好意思啊 萧队长 我们王湛斌师长明令 一旦找到南京特使 立即纵回师部 不得有误 师座要亲自活见人 死见师 所以 南京特使只有我中央军护卫 那就不劳贵军了 你护卫个啥 你们把人弄丢了这么多天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 你们中央军护卫 那我不在劳 我不在劳 特使你们找得着啊 够杀 对于陈俊严 王湛斌由置身事外 到志在必得的迅速转变 的确让萧少白史料未及 但是杀掉贵军使兵抢夺陈俊严 这在遵循弱肉强食自然法则的萧少白心理 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如果张云林被带走 咱们救还是不救啊 当然要救了 现在进去救 就怕一进去就被敌人给抓了 闭嘴 干什么呀 强方爷 贺副官 既然王使长有命令 那咱们就听王使长的 不要给贵军兄弟找麻烦了 这么点小宫你也要贪 太想架子气了 王兄 既然王使长有命 那我们呢 就跟在后面替你们报价 等到了师部以后 我再为王兄弟请功 改日吃酒 兄弟做动 也没定 行 走 你干什么呀动手啊 现在 全体都有 急号 让上街 然后转 预备 跑步走 妈的 搞什么鬼呢 这么半天都没动静 出来了 那个就是月灵姐姐 被抬着那个就是服务 张月灵 你把那个都关掉了 我不是 你把这些人担定了 来吧 你把这些人担心 都做得了 好 你把这些人担心 你把这些人担心 哥 怎么办呀 要是小分队在就好了 还能跟他们有的一拼 我刚才在村口的时候 听那个放哨的灰狗子说 开过去的车队要去雷口关 伏击一支红军小分队 雷口关 那是去到现在必情之路啊 是奔养之连续的 看来这颗封鸣果真是叛徒 哥 哥 雷五龙 小妹子不光是你自己的妹子 她也是个老百姓 你可不能安排她去冒险啊 我愿意参加红军 哥 你说吧 小妹子 你也不认识啊 参加红军 那也得分个情况 你一个女孩子 她不是说你想 孩子不行 林角也是女孩子 我要有个三长篮短 送我命薄 就算是牺牲 我也要像林角那样 有个红军的名分 你胡说什么呀 我就是觉得 小妹子她熟悉地形 二牙子又腿脚快 她们就给杨志林报信 最合适了 老伙儿 我知道你是好心 可是教导人那边不是危险吗 哥 下命令吧 下命令吧 下命令 拐适 加油 你 小辈子 把这干粮拿上 王霍叔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放心吧 拿吧 把这干粮带上 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他的 哥 我们走了 雷乌龙 小妹子要有个三长两短 跟你拼老力 不是 你 她是我妹子 你搞得我好像没心没肺似的 她一个女孩 这村子里半天都没动静 会有什么事 收拾东西 进村 进村 雷乌龙本想利用敌人内讧趁机救出张月明 抢夺服 但是当她亲自看到被屠杀的贵军士兵惨状后 依旧身不由己地感到脊背发冷 这含义 这含义 来自萧少白的冷酷 和对张月明安危的深深忧虑 这含乡白狗子可真够狠的 这是杀人灭符 可是为什么 如果说牠是杀人灭符 一部分人灭的 真够狠子可真够狠 吃了 停车 起来 下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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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共军三十四师 妖灵二团 特务连连长张岳林 对吧 我在铜山顶上的时候远远地 看见我 当时你们五个人 竟然敢袭击我的护卫车队 让我的士兵 仅仅幸存两人 然后你没有成功驾车 闯过贵军的关卡 在铜山一战 眼看你就要束手就签 竟然到最后全身而退 你这个女人不简单 你说我们 暴着风险过了乡江 竟敢慢敢赶到这儿 你说我们眼睁睁就看着我们要找的人 被敌人给带走了 你说这不白忙活了吗 这不是吗 就是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刚才跟他们拼了呢 就是 我 我 我听过你的声音 什么声音 在哪儿听到的 在铜山 铜山顶上 不会是 娘娘山下的树林里 失忆在那天晚上吧 铃脚啊 你死得不值啊 你死得不值啊 要早知道这样的事 反正就是拼着老命也得背着 行了 别逗逗了 你自己选个地方 你看看哪儿好 反正 我是什么地方都没看上 就这儿吧 来吧 你先别着急 还有个伴儿呢 来 没想到吧 你拼命劫持了人 到最后成了跟你共赴黄泉的人 你是不是觉得有一点 白干了的感觉 谁说白忙活了 谁说灵就要白死了 咱们找了那么多天 这张月丽和俘虏 今天不是看见了吗 今天不是看见了吗 他们被白狗子抓走了 咱们不也知道了吗 现在我们就是要想办法 把他们夺回来 知道吗 你醒了 太好了 要不然 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多可惜啊 你想找他 你想找他 一个是南京派来的特使 一个是劫持特使的贡君 你们知道你们俩今天死在一起 能给我省多少麻烦吗 今天这个事呢 我们两个自己干 你选一个吧 报告 张连长 这回你跑不掉了吧 小赵白是为着她的个人私欲 她想拿到我手里的重要信件 为她所用 你们还没有拿到 你们想要的东西呢 提醒得好 提醒得很及时 那你现在告诉我 我想要的东西到底在哪儿 我可以放了你们两个 那她 我想我在搜她的东西 她之前 她一定把很多 很重要的东西都隐藏了 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这里只有一些 私人信件还有日记 有 有一封给王湛冰市长的信吗 有 叔 在哪儿 你别跟我耍花招 藏在哪儿了 要不我弄死你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 你身后有几个人吗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 你身后有几个人吗 你个人 有个人 有个叫大虎的 就在她那儿 我说嘛 那天同山上 怎么就只有三具尸体呢 说了 大虎在哪儿 走散了 在哪儿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她随时都可以打穿你的脑袋 看来这还不是 一时半会儿的事了 撤 撤 回石头 我告诉你妈 这事还没完 都搭起进士了 找三套 合适赶紧的衣服 都给他扒下来 不是 扒死人衣服 这不吉利吧 让你扒你就扒 哪那么多废话 扒你扒你 哪个我能挑拖 这全是血腥味儿的 你说这个 机器换个步枪都不知道 怎么的 不会使啊 会啊 会使就开两枪呗 这奴杀呀这是 你这一开枪 不把狗子们给招来了吗 就是要把他们招的 就是要向贵军报警 中亚军制造的惨案 他明白你啥意思 你不就是想告诉他们 这些人都是 中亚军给杀的吗 可是人家能信你吗 你觉得我们几个 有一枪不发 把十个合枪失弹的人 抹了脖子的能力吗 那难点 要用枪还行 我不知道中亚军 为什么杀人灭口 但是我总觉得这是个机会 可以用利用他们 帮我们带进城去 啊 进食堂 对 进食堂 啊 完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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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想把俺这把老骨子 直接扔火坑里的 多亏你把二牙子巧妹给派走了 进去过去报信总比进食堂抢你 我这样走的速度行吗 我可以加快 我在少贡黄继师 出了名的军帽子 是你拖着后腿的 我拖后腿 你可别忘了 我原来的脚力是跑马帮的 那我们加快 行啊 这点算什么 在你们这儿叫急行军 你知道在我们那儿叫什么吗 叫什么 叫平常走路 快啊 快啊 我马上就要追上你了 老杨 前面二十公里 差不多就是雷虎关了 哦 这么说 雷虎关那边就有三四师同志了 应该是这样的 但愿张月霖 已经和三四师打游击的同志们会合了 是 顺子 怎么样 没什么情况 你观察这儿仔细嘛 你 休息吧 是 你怎么 越往前走越放心了 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啊 毕竟 这关系到我们小分队的生命了 好吧 我们就等天黑吧 来 初长官 按照部署 我团已经进入了指定的位置 初长官 非旨有一失不及 不知可否向初长官请教呢 我们之间就不必这么拘礼了吧 你说 我一直都很费劲 以萧队长一个机械化加强营的兵力 追了共军数日 却只击毙了三个人 这中央军不该是这种素粮吧 娘娘山一役 共军完守了三天不到 就三天 就被我贵军打得是稀里哗啦七零八路 可也不成军 光俘虏可就有数千人哪 是啊 共军的正面对抗的确是脆弱 但是他们以小分队的形式对抗 这又是在这大山之中追剿 的确是有些难度啊 蜀备之直言 萧队长一物战机是毫无作为 我怀疑他是否认真的 忠实地执行了您的命令 我甚至怀疑今天这样守株待兔 有胜算吗 哎呀真是后生可畏啊 不敢 实话告诉你吧 今天的胜算对于我来说 并不是打掉几个共军 关键是要证实陈俊炎 是否在共军之中 至于那个萧少白 我当然明白他就是一条狼 我要找到打狼的棍子 明白 所以我的眼睛 并不只盯在共军身上 我要到处找打狼棍 对了 你们有没有和上午留在雀儿山的 搜查部队联系上 刘屯夫 走 有没有联系过雀儿山啊 下午三点联系过一次 没有搜索到电波讯号 好像是电台关闭了 继续联系 是 站住 检查 长官 楼上班 走 常进常出的 证件就不用看了 下一个 不过今儿个手柜台 副台这有力 还是进程车辆 余力要上车检查 什么时候下面的 刚刚接到通知 长官 抱歉了 这是豪副队长 豪副队长 庄的长官 最后应该就讨厌了 这儿的 selon头 那 fır车也不赶他 政府贵了 那抓状 这容易 这仙儿 还没得到 那些东西不堪为好 甚至大家都麻烦 这这 凡是走食堂渡口的 哪个不打定私货呀 不过这抽头得有抽头的规矩啊 这沿途得抽四成 这可是很规呀 你老是是周阳军 那少说点也得三成吧 三成 兄弟 你这个嘴张得够大的呀 老哥 你这话就说得不漂亮了 那我也只能不抽就罚喽 损失的可是你自己呀 对不住了 上车 收 看来这位兄弟是不给面子了 这儿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只能去找副团长了 这就是副团长下的命 如果长官们都松口的话 那大家都有面子啊 小龙, 拉开, 拉开, 拉开 副团长, 出城啊 接到报告, 说确认上方向不断有枪声 我过去看看 是吗, 那得抓紧时间 怎么回事 警察命令, 实时检查 可是这几位 小队长, 你们中央军过来是执行特殊任务的 不会还夹杂着做买卖吧 什么都瞒不过副团长的火眼金睛 这样, 改日 改日兄弟一定亲自上门送上一份谢意 那都不必 我只是希望萧队长 别贪小欲勿大事 好自为之 副团长的话 兄弟一定铭记在心 下部为例 走 走 你想一想 咱们该不会在现场留下什么把柄吧 现在哪儿还有时间想什么把柄啊 抓紧时间对付这两个人 脚印 坐一会儿吧 坐一会儿, 少一会儿呢 这到了食堂就得提着命玩了 在这儿打吧, 嫌敌人多 那一会儿进了食堂, 挥狗子更多 怎么打啊 再说去哪儿找他们啊 中央军在哪儿他们就在哪儿 既然敢杀贵军 那就是瞒着贵军呗 所以说啊 我们得让贵军知道 他们要是知道了 能饶料这帮中央军吗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趁乱抢人 你们说 满石当镇的敌人 还有功夫对付我们吗 照你这么一说 敌人还真少 对了, 这个应该叫那个 叫什么 你怎么搞得跟老杨似的 非得整个词呢 你管他叫什么呢 明白了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也不知道现在二牙子和巧妙在哪儿 你等急了 那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那我不应该得 得那个 得 对了 在你们这儿叫那个 东打厅西打厅叫什么 叫 侦查 对, 我应该侦查呀 那你侦查到什么没有 七星寨的人 都没有见过小分队 不过老叔公已经派人去别的寨子打厅了 这都去几天了 他们去道歉 也应该路过这儿来 他们路也不熟 贾力也没有我们快 或许我们走到他们前面了呢 对了 把这个换上 这是什么 这是我叔公家的衣服 他以前呀 也给你们游击队当过交通员的 也算是你们的 不, 是咱们的 同志 对, 同志 快换上吧 好 牙子 你不会说我们会流土话 如果遇到人 你就装哑吧 哦 我让你嚼了冰冷 你嚼了吗 我不嚼男文英 吃得心里剩得慌 我说你还是个牙仔嘛 等你满脸胡扎扎时 就会有吃烟子 嚼冰冷的影头了 乔美同志 我跟你说过了 我虽然年纪小 但是你不要老叫我牙子 我是少公国际师 我知道 你是代理连长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你阿姐 对不对 那倒是 那叫一声听听 叫呀 有什么害羞的 叫叫, 快叫 你 你不是叫我当哑巴吗 对吧 快走吧 等等 快走吧 小魏子 我们可是好久没见了啊 她是谁 来了 来了 好一双不屈的眼神 好一双不屈的眼神 这种眼神 这种眼神 我好像在那儿见过 我想起来了 我在很多地方都见过 而且我见过很多次 基本上每一个被带在我面前的犯人 都会用 用你这种眼神看着我 因为他们觉得 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我就可以下手轻一点 我就可以放过他们 可是他们错了 无一例外地错了 这种眼神到最后 只有两种结果 一 闭上了 闭上了